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对人呢 不要有距离感 也不要有陌生感 人和人之间呢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做到 一个恭敬心 尊敬别人 然后 也爱护别人 对于一些 怎么说 我们看不懂的人和事 没有关系 放下他 我们只要记着 纯净纯善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碰到什么人 我们可能熟不起来 就是不太会说话 有的时候也 然后呢 我们也 不想让 怎么说 不想让别人 认为我们是个危险的人 就是说 就是说 嗯 有很多时候 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他 嗯 并不会主动跟你说什么话 看起来也很冷的 但是 其实我们要明白 嗯 这样的人 其实是想 表达的意思 其中一层是 嗯 我不图你什么 也不占你的便宜 我 对你是没有危害的 我也不害你 其实有这么一层含义 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哈 不太好交流 或者是 看起来有点冷的人 我们应该想到 他的内心是善的 他不想给我们一个 伪善 呃 伪热络的外表 他不想让我们觉得 呃 他图我们什么 嗨 这样的人 我们要 呃 非常恭敬 非常 嗯 尊敬 非常清静心的 跟人家交流 那么 呃 对于热络的人 或者说 对于 有很多话 跟我们说的 我们就要 嗯 也是保持清静心 去倾听 去交流 嗯 要把 嗯 人和之 人和人之间 那种亲密的 联系做出来 要永远都是 嗯 合适的 威仪 有责 但是呢 要柔顺 而且呢 嗯 是温和的 和和乐乐的 就像 就像 乐福一样 看谁呢 都生欢喜喜 这个非常重要 加油 哦 嗯 嗯 嗯